大家好欢迎收听职业心理学学习新思维 我是亮正老师 我是佳娜 老师 我们的线上咨询平台 已经有超过80位老师注册在上面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问说 我不知道要选哪一个老师才好 反而变了那么多个咨询师 然后现在又有什么 集来教练啊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到 适合我能够解决我问题的咨询师 对耶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已经快接近100个了 其实在我们这个系统训练下来的 已经正式合格的老师 都超过350个老师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陆续邀请中 那很显然大概我们这个平台 已经算是全国咨询师 应该是最多的一个平台 所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咨询师 会在这里可以提供服务 所以就会有选择障碍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在 目前很多网路啊 或者是很多平台上 好像开始有人在探索这个议题 这当然也是好现象啊 对不对 是不是有在探索说到底植牙咨询 也是有坏现象啊 是吗 有什么坏现象 就是会问说 植牙咨询师到底有没有用啊 这样子 那么多个 然后他可能觉得 有些时候他觉得他的经验不好啊 没错 这其实就是我们要 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的很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植牙咨询的功能 植牙咨询的功能 对啊对啊 因为如果问那个问题 其实我也有看到那一类的一些评论 那就是说植牙咨询到底有没有用 就是他讲的好像不符合我想要的 对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是长期以来的问题啦 因为包括说 那个在心理智商那边也很容易被人家挑战这件事啊 我们还是要回来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谁是问题的拥有者 什么意思 对啊那你就觉得 如果我们本身来寻求协助的人 我们就是问题的拥有者 问题就在我们身上 所以坦白讲解鈴还需吸引人 那今天会需要有一个外部的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晓得那个结在哪里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外部的人来帮我看 第一个是我有没有真的有结 第二个是我这个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第三个他很可能可以告诉我说 你其实可以试着用什么方式 去把这个结给解开 但是说真的谁才有办法解 自己才有办法解啊 所以不会有任何一个咨询师 有办法替你的人生负责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 这种评论都会认为 我来这里好像是 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对那就你把自己人生交给别人 这样子会甘心吗 这样子是一个正确的设定吗 或是有些人会 想要咨询师去猜出他 讲出他想要讲的那个问题 对这个其实也无可后非 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俗一般来讲 就会有很多这一类型的求助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某一些信仰的中心 或者是某一种方式 希望人家直接斩钉截鞋的告诉你说 要还是不要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因为我们会把自己交出去 我们是逃避自由 本来可以让你自由的自我做决定 但是我们不要 我们交给某一个 可能是人 可能是神 可能是先佛 不管 那他来帮我们决定 告诉我答案 对 不一定跟你讲答案 他可能说 你只要去那个地方把钱付一付 接下来就交给我 对那假设有效的话 就代表你这个 就我们很神威远播 没有效的话 很想你的业障太重 或者是什么业力引爆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做职牙咨询也好 心理智商也好 都不可能可以这样讲 那我也不会这样子说 因为我们就是回到一开始讲 这个问题的拥有者到底是谁 那很显然绝对不会是咨询师 也不会是智商师 所以基本上在那一个 所谓的咨询关系的建立档下 其实双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是本身来寻求协助的人 跟这个被你来询问的 那位咨询师也好 智商师也好 两个人是独立的个体 而且是可以独立自主的个体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面镜子 OK 你也许可以说那面镜子 比较不是这么透彻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要在想说 那我要找到哪一种镜子 会比较容易让我看得清楚 反映出你的问题 是 大概是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镜子 不会帮你解决问题的 因为它就是一面镜子 尽量呈现出来给你看 对 你如果呈现得越清楚 那我当然就会越 镜子也会越清楚 没错 但是我还是要讲喔 因为有时候那个镜子 真的是我们讲那个 非常清澈 不想看那么仔细 那你会想要看吗 想要有点滤镜 你真的想要看吗 你真的愿意 真的这么看清楚自己的问题吗 OK 所以其实我就说 这个就会变成是今天的题目了 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也不要一次 就把问题看那么清楚 就说你自己遮着一层面纱来 又要求他把你照得很清楚 对 所以其实这个确实就会 在不同的咨询师身上 看到他们不同的技巧 因为有些咨询师 确实就比较能够去感觉到 我这位来访者 他很可能比较不太能够 直接去看到最真实的自己 其实客观来说 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咨询师 还是有一些方式 就比方说 第一个是可以从 他的过去的背景或是经验 因为至少他跟你 有过相同类似的经验 他可能比较快 可以知道说你的问题是 对啦 这其实当然是最理想的啦 那通常是这样啦 因为现在的产业环境 职业环境或工作世界的复杂度 都是远比以前来的更复杂 所以其实我们 如果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系统性的训练 咨询师的话 这个其实我还蛮有资格 可以讲的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 当然不能完全依赖说 这个咨询师要有 非常丰富的职场经验 因为他不可能 每一个行业都带过 因为现在真的太复杂 所以我们其实是会训练 他如何去使用 所谓的资讯的来源 或者是资料库 他要有办法去 以一个非常好奇的心去吸收 做一些职业调查 吸收各种各行各业的人 他的实际的工作情况 但是如果一旦在咨询关系当中 遇到的有这一部分 需要能够提供一些相关 产业或者是行业资讯 或者是要去理解对方 其实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 或者是资讯来源 他要有办法去分享 甚至他有办法自己去先做一些理解 这个其实在现在社会 事实上都已经有蛮丰富的资料库 可以让这些资讯师 网上有很多分享各行各业 他的内容在做些什么 而且是很detail的 所以其实当然 如果资讯师本身 他确实是有相关的 这些产业经验 那当然会更容易 可以有共同的语言 大家可以更快去理解 他现在在那个业界所遇到的一些 职业生产发展困境 有可能 所以其实不一定是最好 真的是 就是你有时候看问题 因为有时候那个问题 如果是真的是需要找到 我要如何去适应这件事 那说不定他可能是 相关的工作经验 可以给一些回馈 但是如果说你反而是一种 想要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空间 或者是可能性 那说不定那个框框外的思维 反而对你是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有时候 虽然看起来不同 但他逻辑是差不多 对啊没有错 那这个当然是第一个 我们通常大部分的人 都会被建议要这样子去询问 这个最近在那个 包括那种免费咨询 或者付费咨询的个案 其实大概都会提出这种要求 他们都会说 那我可不可以帮我安排 有比较熟悉 对对对 熟悉哪一部分的老师 那主要当然他们也认为 如果能够熟悉哪一个部分的 或哪个领域的 那可能对他要问问题 会比较心中踏实一点 这个OK 这当然是一种方式 第二个挑选老师的方式 是你也可以从他的咨询风格 或是他使用的一些 介入方式方法等等 对啊对啊 但那个比较难描述 对不对 对不对 老师的风格 对对对 那一般来说 大部分咨询师还是有 比较一般性的风格 什么东西 一般性的风格是什么 多半都比较是 温和啊温柔 对吧对对 多半都还是陪伴的啊 多半都比较温暖啊 那那种比较像我这种的少 因为我其实都会常讲说 我们常在指牙咨询 都是一次 one section consulting嘛 都是一次性的 在解决问题的 那所以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 可能 跟这位来访者 也是这一生 此生唯一一次咨询的机会 就不要浪费时间 对所以我会比较快速的 跟这位来访者 有比较快速的 进入到问题的核心 那有时候就比较不会 拐弯磨脚 也不会说非常的 平和的面对某些 意思就是说 以我一开始讲 那个静止的问题来 我大概 即便你心中想着说 是不是要先盖一层纱 我还是会希望 把那个纱都掀开 但是不好意思 我还是会讲说 那个我先跟你预告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要先把纱掀开 那你愿不愿意 那如果说对方觉得说 不要 我还是觉得 邮报琵琶 半遮面比较好 那我们当然还是要 以那个案主中心 但是我大概还是会 尽量的建议他们说 我们其实是不是就先 看看能不能把这些 这个其实有很多 中间有很多技巧 性的问题 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讲得清楚 但我的做法会比较是这样 那这个过程就比较容易 会让人家认为说 他好像比较直接 比较不会迂回 那也让人家觉得 好像这中间就少了 某一种温暖 或者是这样 其实这个事实上 看个人 对 对 看 其实风格在 我们的平台上面 我觉得多多少少 那些老师们 还是有一些呈现 比方说从 挑选的照片 或是 因为我们的那个 老师们的方案 都是自己设定的 所以也可以从 他设定了什么方案 他内容描述的文字 都可以稍微看住 这个老师的方案 当然是这样 因为有些老师 你看就是非常认知导向 就是问题解决模式的 对 他就会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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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 那是条例式的 就是一段话 对 那有些就是 对 非常风花雪月的 那个文青式的 那就可以知道 他们其实就是 丰富的那种 那个文青 对 那种 那种底蕴的 所以其实你大概 应该从他自己在描述 他自己提供服务的那种 内容的描述方式 应该也都可以多少 知道他的那种风格 那当然我们另外一种方法 也可以先做所谓的试谈 所以我们其实在系统设置上 本来还是有一个 初谈的概念 对 就是有一个几分钟 15分钟 或者是 10到15分钟 对 10到15分钟的初谈 所以可以从那个初谈当中 大家就可以先做一个 初步的一个认识 跟彼此对于这种 咨询模式 对焦一下 对对对 咨询模式 但能不能适应 那的确是 因为有些真的就是 说话的方式 或者样子 因为有时候不是说 老师不专业 可能就是你们彼此之间 沟通模式 就不对评 我们就讲就不对评 对啊 我们这个本来就很容易遇到的 对不对 我们在那个社会上 做那么久了 你就会看到有些人 其实也没什么仇恨 以前没见过 可是我就很不喜欢 跟他在一起 对因为那个就 没有那个缘分 有时候真的就会是这样 那这个也不是说 都是谁的问题 他就是这种 很神奇的一种因素造成 这又说不上来 就是这样 那有一些就是真的 非常的亲和性很高 所以任何什么样的人 他通通都是非常合适 对那有一些就是很 很吃某一种对象 对那这个其实也不是 就在我们咨询界会讲 资商界 或者甚至在管固界也是 像以前 我曾经在某管固的 那个合作厂商那边 我就被指定是要跟企业主 而且是男性企业主管的课程 因为他就说 我的样子就是适合 是在那种课 对因为他们另外还有 专门开给女性企业家 觉得看起来太凶 对然后他说 女性企业家是完全不适合我 因为我就不是他们要的 这种讲师 可是老师你去 那个女间那时候 那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是没有自由 所以任何长得像男生的都是很受欢迎 但是其实在那个女企业家的那个场合 他们要的就是那种超级小鲜肉型的 或者是什么的 对所以他们派去的那个 那个管固老师 就会是就属于那一型的 当然我本来那时候还很年轻 我就说那为什么你不把我指定去 然后他们就说 老师你真的不合时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不太喜欢你这种 所以我大概就会只能去上 说实在这个东西 你说他有什么理由吗 那就是他们的经验 然后他们就 就是理解他们的客群 他们其实的喜好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自己 因为确实我们也真的遇过 蛮多这种例子的 就是我们在公部门 也会有遇到那个民众 他就会在他的咨询师要求上 就会选择说 我们希望找到的是 女性的咨询师 那他的理由他会说 因为他其实跟男性咨询师 他会比较有有一些芥蒂 然后他可能不太不敢 跟他讲一些话等等的 那也有一些人会指定 就是要找男性的咨询师 对那有些就不拘 那有些人就会说 我可能要找到的是 他在传播业待过的 他在广告业待过 他在哪里待过 我觉得这都OK 如果说我们本身 跟自己在寻求协助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清楚的 那是更好的 对那个对于平台 我们会有各管员 我们其实在这个安排上 可以提供一些协助 当然未来我们还是希望 可以有更聪明的方法 可以有更聪明的方法 大概整理到更多资料 跟更多的一些经验之后 说不定有一些更好的方式 可以做媒合啦 那至于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 才会是最佳媒合 也许从以后实际的那种 咨询经验中跟咨询的那种回馈 从那个部分 我们再慢慢去做一些分析 说到底哪一些因素 可能是真正来访者 care concern 然后可能是那个咨询师 可以提供的 那那个部分 我们也许以后就会可以有 比较更精准的建议这样子 最后呢 最后还是有一个 比较实际吗的方法 就是说可能可以从一些评价 口碑 就是大家的推荐这位老师这样子 那当然 对对对 还有价格啊 预算啊 这块也可以去做 对啊 目前当然蛮多都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蛮多都是用介绍的啦 就是他某个个案 然后觉得不错 然后他就介绍他的朋友一起 一起来的 这个其实还蛮多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需求 也许你也可以在自己的 一个朋友圈当中 对去问问看 说有没有人推荐 自己觉得不错的 那你再去了解一下 他的一些相关背景经历 然后可以跟大家看看 能不能提出说 我们能不能初谈一下 我相信现在的咨询师 大概都很乐意 因为他也不太喜欢 杂自己口碑 对啊 也不太喜欢说 我今天跟你谈了以后 那就发现没有办法帮到你 那真的是很上心 对对对 我认为像我现在培训那么多年来 我其实蛮常遇到的都是 蛮常被我们这些 培训中的咨询师提问的一个问题 在督导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说 老师我们非常担心 我们的介入到底 有没有办法提供协助 其实大家很在意这个事 到底有没有帮到你 对因为我们来想要从事这个 助人工作的人 其实他的内心都有这一种动机跟想法 所以我想跟听众们报告就是说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认为大部分的 目前大部分的助人工作者 都还是有一颗蛮正向的心的 真的想要赚钱不会想做 因为这个不好赚 有比这个更容易 赚到钱的工作 所以其实他会 你还要花那么多时间 他在这个时间内 他在这个时间内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做别的事的 各位可以想就知道 因为那是被occupied的 就是就被那个赞助了 所以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说 他自己去做别的事 所以如果他真的想要有办法 赚到比较多钱 那应该要去选择那种 时间是可以无限复制的 编辑效应的强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 每一个在这里投入的人 都有那个蛮想帮助别人的心 那的确就是 我认为 如果回到一刚开始讲 两边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 那其实都有各自的责任 就是不能把自己 然后好像找了一个平台也好 一个机构 然后我付了钱 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你了 接下来就换你了 然后你知道 我接下来就来这边判断说 到底有没有效 有效还没效 说真的 如果我们在整个资云过程中 自己没有投入的话 那个要有效都很难 对啊 因为那个我就说嘛 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 该去做哪一些准备 该去做哪些工作 该去做哪些事情 就是那个解开那件事情 都是自己要做的 因为不会有任何一个咨询师 会帮你写旅立表 不会有任何一个咨询师 帮你去面试 帮你去跟老板谈 甚至是帮你查 帮你跟家人谈 对啊不可能的啦 就是这些事情 一定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来 因为那个是自己的人生嘛 现在呢 有越来越多的解爱咨询师 可以让大家选择 但无论各自的背景是什么 关键还是来自于说 能够理解你的需求 然后让你在跟你在互动中 你感觉到说舒适信任 然后合拍的人 千万不要忘记 就算咨询师他引导的再厉害 其实最终要解决问题的 还是得靠自己哦 对啊 所以植牙咨询的咨询师的选择 我们还是要往回去推 到底我们如何看待植牙咨询 这个对我们自己的功能是什么啦 对所以其实他如果是真的是 回到那个问题的拥有者 就是我们本人来讲 那当然真正是要找到一个 可以让我们愿意跟他一起去 面对我们的问题 然后看清楚我们的问题 以及共同去设想 或者是共同去想到 想出来或去设计出来一个 比较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你也愿意让他 参与到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 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他就比较容易 可以让我们自己 那个陷在这个所谓的困扰中的 这个状态可以解除掉这样子 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概念啦 好 那希望今天我们在谈这个 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植牙咨询师 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可以对大家有帮助 因为最近这个 寻求植牙咨询的人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老师也越来越多 然后那个资源也越来越多 有包括免费资源 包括付费资源 所以就有很多的人 在这里开始有一些疑惑 就是说我到底要去寻求的是 免费的还是要寻求付费的 那个付费是要便宜的 还是要找那些有一点 收费的那个水准的 那到底哪一种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那个 哪一种管道啊形式都 另外一回事应该要回到那个 本质议题 就是回到你到底为什么要 寻求这样的一个协助 OK 好 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植牙心理学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